嫉妒妒忌他人之圣死 又害邪为嫉 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但是这一段没有学完 今天我们从头念起 这个是有意无意 造作的罪业很重 别人有好事 一般人看到都生嫉妒心 而不知道这种嫉妒的念头 嫉妒的行为 对别人伤害并不大 别人受害临多三分 自己受害是七分 把自己的善心破坏了 没有了 自己的功德破坏了 将来国报在哪里呢 国报在地狱 想到地狱苦 这个事情怎么能做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真正叫愚痴 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明白人绝不干这个事情 没有智慧 与此迷惑 才干这个事情 这一段事情 佛在大小城经典里面 说的太多了 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普贤菩萨 摄大愿王里头特别 建立了意愿 叫随喜功德 对治基督的 别人做好事 我们能够随喜 把他的好事功德 变成我的好事功德 这活乐而不为之呢 为什么要基督去破坏呢 破坏的罪业多大了 他这段好事 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层面越大 你的果报就越严重 如果他利益的时间越长 你在地狱里受苦的时间 也越长 那完全成正比例 这一桩好事 如果是能够立业 天下 国家 后世 那你要是 嫉妒障碍破坏它 躲在地狱 那可能是 永远不能犯神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清楚的 所以佛对这种事情是常常事 如果你明白了 人家做这个好事 我们有能力 出钱出力 去帮助他 随喜功德 他的功德多大 我们得到的佛报 跟他一样 如果我没有能力随喜 没有能力 也没有财富 帮不上忙 我生欢喜心 我赞他 那一份随喜功德 也不可思议 论言经上讲的 那功德是跟他 还是圆满的 为什么 你的心圆满 大乘法里头 论心不论死 有的时候发心 他没有力量 他发的心真圆满 比那个随喜功德 出钱出力的 他的国报还超深 这什么道理呢 比如这是一个富翁 他有一百亿的财富 他只拿个几万块钱来随喜 太少了 你这个一份情 有的 你那个随喜的心 超过了他 所以佛报的时候 这个人超过了那些富翁 我们今天有些财主 超过他很多 这才能讲得通 才能讲得圆满 随喜功德不可思议 尽心尽力 不要去流 好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